大家好,我是飞翔房车俱乐部的王兴 在2021年开年之初 有幸与广大车友们分享这样一则好消息 由飞翔房车历经三年多时间 潜心打造的新车型要上市了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铁C新概念 之所以这样称呼它 是因为在它安全科学可靠车体的结构下 是设计新颖的智慧家居 是迎合大众的百变空间 也是当今时代下 我们所希望能够赋予房车的一种全新的概念 是的,如约而至的不只是春天 还有我们的铁C新概念 至此飞翔房车迎来了它又一新的变革 从大家耳熟能详的飞翔十年经典车型 新时代B型到2018年被称为人气王的国武后双胎小额头 再到2019年9月上市的福特寻疆者 一经亮相就赢得了广大车友们的支持和认可 飞翔房车也由此更进一步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之后我们又不断迭代着我们的产品 力求让车上的各种功能更安全 更可靠 更舒适 我们用大量的精力和资金去研究开发 2020年3月份福特寻疆者畅游版T型房车和伊威克畅响版T型房车 再次成功发布 车友们在选择房车的时候就又多了一份参考 研发的路上 我们要求我们坐的每一辆车都要比上一辆车有新的进步 期间我们也曾有过动摇 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不足 我们不知道是否能成功 一路走来艰辛无比 所幸的是喜爱房车的初心让我们坚持了下来 都说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回望飞翔房车十余载的前进历程是辛苦的 努力在国内房车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 还是幸运的 前进路上有太多太多的车友们的帮助与支持 我们非常珍惜这份信任 再次感谢大家 飞翔的十年是温情与实力并行的十年 在坚持弘扬企业理念的同时 我们从不同人数同车 从不同代际人同车 到亲朋好友同车出游 从城市到农村到原野的不同的路况 我们不断地模拟各种不同的使用情景 并深度体验 从寻找问题到发现问题 最后想办法解决问题 比如 限高通过时的尴尬 车辆撞击发生的危险等 这也让我们陷入了深思 防车的安全如何来保障 为此 我们走访了大量的行业专家 从业者 甚至还有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 虚心向他们请教 我们也接触了大量的房车爱好者 倾听他们的心声 在大量的探索 论证 思考后 我们制定了飞翔房车的企业理念 为客户提供一台安全 舒适的房车 车型 外观上 我们追求更加安全 功能和布局上 我们提出 让美好生活延续的理念 就是希望使用者 在感受旅途中 各种美好的同时 回到车上 就像回到家中一样 温馨 舒适 而少一些迁就 憋闷和拥挤 当您睡觉时 我们给您提供的是一个 宽敞的大床 让您能够有一个 舒适的睡眠 当您行驶时 我们不但要给您 一份安全 还要给您一个 舒适的航空座椅 让您能够 把旅途的疲劳 降到最低 当您移动的家 有各种物品 需要安置时 我们给您的是 按各种不同物品特性 而设置的 不同的储物空间 让您在方便 快捷的同时 还有一个干净 整洁的家 于是 在整合了飞翔房车 从业十余年的 智慧与资源之后 我们也于三年前 开始立项 研发这款 即将亮相的 新车型 铁C 新概念 这个项目 从开始研发 到申报 国家发明专利成功 再到购置设备 投入生产 在这一千多个 日日夜夜里 企业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 物力 那么 我们为什么 要立项 做这样一款产品呢 下面 我来讲一下 这个产品的必要性 首先 说一下 社会环境 近期 许多房车媒体平台 不断发布 呼吁文明旅游的视频 备受人们关注的同时 也正在 让使用房车的车友们 遭了殃 驱逐 冷眼相对 甚至 直接就是 不欢迎 细分以上 尴尬情况的出现 我们整理出了 以下几点 不文明 晾晒衣物 公共区域 炒菜 做饭 占用多个 公共停车位 乱扔垃圾等 有的车友说到 房车这个圈子 是越玩越小了 对于出现的以上问题 我们作为一名房车人 深思后发现 也许有些时候 并非车友们所为 而是我们没有 给车友们提供 这些功能 让他们可以顺心使用 在 铁塞 新概念 这款车型中 我们秉承了 飞翔房车的 造车理念 将 折叠式的 卫生间 最大化利用 还精心为您 设置了 晾晒衣物的 专属功能 全新升级的 内饰厨房系统 不仅让你可以 关着门 就可以做饭 同时 还保障了 室内 没有油烟 进门处的 旋转鞋柜 和雨伞置物架 好像只有 百万级的豪车上 像劳斯莱斯 这样的车型上 才有这样贴心 品质设计 全新开发升级的 整车 触摸式 控制显示屏 不仅可以实现了 清晰的水电 等数据有序管理 同时 还能更加智能化的 做到整车 电器等开关的 远程操作 及维护 第二点 外科的材质 想必也是车友们 重点关心的一点 铁C新概念 这款车型 整体为一个铁壳 使我们整合了 原厂资源 采用金属冲压等工艺 一体制作而成 使其在保证车内 空间最大化的同时 也让整个外壳 更加的坚硬 其特点为 不易变形 重量轻 强度高 耐厚性好等 在其车身 外观尺寸上 铁C新概念 可谓是黄金比例 这款车型的长度 五威 5995 宽 2300 高 2800 即使在繁华的都市中 也可以实现 畅通无阻 就算是 行驶 过高架桥 也依旧 没有问题 真正做到了 让车友们 在欣赏 沿途风景的同时 还隐身于 这 世道繁华之中 好了 即将上市的 铁C新概念车型 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 后续我们 还会为 大家 跟踪报道 内饰 配置 和一些 黑科技 产品的应用 以便大家能有一个 更加直观的感受 顺便满足一下 各位车友的好奇心 在此 我们为大家 提前剧透一点 房车的新智慧 如 飞翔房车 组织研发的 智能12伏 静音发电机 只要 您享用 您就可以365天 不缺电 不断电 通比 市场常见的发电机 飞翔房车 组织研发的 这款发电机 体积更小 重量更轻 噪音更低 它的厉害之处 更在于 它的智能 我们还专门为它 设置了 自动与手动 两个模式 满足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 不同出游状态下的 补电 再配合 铁C新概念 800安时的 锂电 更可谓是 在根源上 解决了 车友们的 用电恐慌症 这一点 够吸引人吗 后续 还有更加 吸引人的 新智慧 我们慢慢 再来 为大家介绍 最后 感谢 广大车友们 长期以来 对飞翔房车的 关注与支持 也希望 这款车的亮相 可以 在车友们 选择车型的时候 多上一份参考 欢迎大家 多多转发 并在评论区中 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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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